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才想起来 前年英雄会的时候 我就是看着怎么这么面熟 前天来的时候 那个房车营地一个营卫 一天好像是200还是400 怎么那么贵啊 咱们今天就住车在这吧 这个场地就是阿拉善英雄会的会场 现在是空无一人啊 那群会就是玩越野的 咱们直接去沙丘边住车吧 上次是从金昌那边往这边走 这次是张叶路过这 刚开始我还没发现 咱们先下车感受一下 现在的温度怎么样 要是太热的话 就等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再过来玩 哇太热了 下来感受一下 我不想下去 来 下10秒了 哎呀这也太晒了吧 哎呀这帽子太大了 这咋玩啊 你第一次见沙漠你不去亲密接触一下吗 我晚上再接触我晚 太晒了 先去上面跑一圈 我不去我不去 我想回家 跑上去然后再爬下来 沙漠里边现在太热了 现在我们把车开到了这个英雄会现场的一个高台子上面 呃这个台子在英雄会的时候根本就上不来 前年我参加英雄会的时候是买了盟票的 是130块钱 就交130块钱都是停在下面的那个野场子里边 免费包场 这个东西叫啥呀 海参三叉戏 你可以想象一下 平时就这么荒芜人烟的一个地方 一到十月份 九月底吧 九月二十七八号 这个地方开始就熙熙攘攘就有人了 然后热闹一周又没人了 嗯 回忆多的时间 嗯 咱们先在这儿烧水喝茶做饭 等下午六七点不热的时候再去沙漠里边玩 起码在七八点 坐在这儿刚好太阳晒不着 还有风 这个这个草莹怎么这么讨厌呢 本地草莹怎么这么烦啊 开饭了 今天是两菜一汤 哎呀 小焦做的这个鸡蛋汤看一下 西红柿鸡蛋汤 看起来太漂亮了 今天这个地方风大的 做一顿饭不容易啊 把我累死了 外边也不适合吃饭 外边仓也特别多 风太大了 够了够了 嗯 开车去 开车去 离沙漠边缘还是比较远的 咱们车直接停在沙漠边上 下午这边人还挺多的 这还有一个沙滩车 沙地车 来 咱就停这儿跑 来 咱就停这儿跑 来 咱就停这儿跑 那边 里边那个最高的 那不得累死我 看 沙滩车冲坡了 我的妈 穿着鞋反而不舒服 鞋脱了跑得快 小心啊 这个里边有时候也有一两个石头 也踩到石头各脚 有些人素质太低了 喝点猫尿 他就要把这个东西弄碎 扔到这么好的沙滩里边 这要踩到里边 看看 怎么办呀 这大家都玩沙子嘛 要么进来扎胎 要么就是伤脚 你看 多危险 对 哇呀 小心啊 多危险 自己要穿上路 走 上 你能上得去吗 好爽啊 咱就滑到这儿不动了 看你俩谁滑得远啊 身体稍微往后点 哎 这就滑得快了 哦 你俩滑得一样远 实践这门 两驱还是不行 容易打滑 你看 还是得四驱啊 四驱就比较厉害了 咱们也来一次啊 哎呀 滑不动啊 这啥这么慢呢 哈哈 滑不动啊 哎呀 起分了 这个分里边有沙力 打得腿疼啊 哎 你干嘛 干嘛 晕了 晕了 哎呀 太疼了 大学姐 阿姨 我拉你 哈哈 我站得到不住了 大学姐 阿姨 我拉你 你拉不动我的 我都拉不动 你还拉 反正我去 免得砸到脸 嗯 杀砸脸 走 走啊 走啊 走 天黑了 回家了 马上快看不见了 快走 走了 晚上的沙漠还是很凉快的 来 喝点饮料 里面有沙子 哎 爽 走 咱们离开这吧 咱们回那个越野大本营去住车 在沙漠边上住车 晚上还是有点吵 有时候那个 飙车的啊 晚上会过来在这飙车 太吵了 去越野大本营里边找一个 脚底下干净的路面